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想介绍给大家的栗子炆鸡 首先看看栗子 我今次要选的是桂林锥栗子 栗子很快腍 看看材料方面 栗子1磅 鸡1只 姜4-5片 首先煮热水 然后将栗子放入锅中煮 栗子很好的 不用你自己撕皮 当栗子已经有机器 你买的时候可以帮你搅拌皮 煮5分钟后 倒出来 洗一下 洗的时候 选择有没有坏的 丢掉 还有去皮 现在就洗鸡 洗鸡 首先 要撕出鸡油 不爱 然后伸到肚子里 你会找到 有两个是肺的东西 不爱的 否则 你的鸡 很难煮得好 会常常有血水 洗一下外面 颈部 再用粗盐 在外面和里面都会散 让它干净 和有些杀菌的作用 散完之后 再开清水 洗干净 好了 切鸡肉 我通常会先切鸡肉 然后头和脖子 我会先切鸡肉 然后会先切鸡肉 先切鸡肉 把鸡肉分开两件 和黑鸡肉分开 为什么要切鸡肉 然后切鸡肉 even until they end 切鸡肉 切鸡肉分开 而切鸡肉分开 切鸡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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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分开 鸡肉分开 就很容易刺傷 所以我盡量大塊 不想斬到很細 因為斬到很細 有碎骨的機會就越大 切雞腿也是 都是在教位切 我會沖一下 因為切開後會看到有些血水 或者血絲 雞腿也是一隻雞腿 斬開兩件 因為在教位切開 就不會有碎骨 屁股也是 雞屁股我不愛 然後斬開 有些位置沒有辦法避免 如果有教位的 我都會在教位切開 好了,現在就要醃 先放些生抽 大概是兩湯匙的生抽 然後放1茶匙的糖 半茶匙的鹽 我會加少少少酒 半茶匙都足夠了 然後拌勻之後 就醃10分鐘 醃10分鐘之後 我就放些生粉 大概兩湯匙的生粉 拌勻 薑就是刮皮 接著切片 好了 現在就燒熱的油鑊 接著我就是加蔥油 所以我剛才 就只是切了些薑 就沒有落乾蔥頭 但如果你們沒有蔥油 就要切乾蔥頭 下去會更香 當你爆香了些薑之後 就可以落栗子下去炒 一直炒 炒到你聞到很香 有些香味 你才加上雞 繼續炒 炒到雞有少少金黃 栗子的皮又是有少少金黃 這樣 你才加一湯匙的蠔油 好了 接著我們加些水 大概是400毫升的水 其實你會看到 水的份量 是 和雞差不多是平 蓋上蓋子 最初用大火煮 煮滾了之後 用小火再煮 十分鐘左右 打開蓋子 看看它的狀況 接著 就可以落少少老抽 大概都是一湯匙老抽 接著我們時不時會用筷子 去刮一下雞腿 因為雞腿是最厚的 如果雞腿都熟 其他雞件都會熟 你刮下去 就看看是否刮到 如果刮到 你拔出來之後 就看下 你刮到那個洞 有沒有血水滲出來 如果有血水滲出來 還是還未夠熟 你要繼續煮多一會兒 直到 你刮下去之後 拔出來之後 那個洞 走出來的水 不是血紅色的 這樣就熟了 那真的熟 你就可以拔起它 這碟菜已經完成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拜拜